首先马上来关心的是 一银ATM道领案 昨天在内湖山区 分别找到了两纸黑色蹄带 总共追回了一千七百多万元的赃款 而下落不明的现金赃款 目前就只剩下五百八十六万 警方冒着大雨 带着一银ATM道领案主贤安德鲁 来到西湖公园旁的山区 因为这里就是他弃制赃款的地点 连日来警方透过监视录影器 发现七月十二号晚上十点半 安德鲁在台北成都路坐上计程车 当时手上就拿着黑色手提带 晚上十一点二十分左右 到达内湖港华街和内湖路一段 四百一十四向附近下车 往西湖公园对面的登山口步道来走 直到隔天凌晨五点多才离开 根据他的说法是他 他在那边等人来拿 但是等不到人 那等到隔天的早上五点左右 他等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离开 警方出动大批人力搜山 终于在一个偏僻的草丛垃圾堆里 找到了装满现金的黑色提带 垃圾袋就是人家丢弃的垃圾袋 把它盖在上面 可能是几天有下雨 所以整个看起来就会比它脏脏乱乱 我也问他还有没有第三纸皮箱的账款 他很确定的告诉我们没有 不过昨天晚上十点钟左右 又有民众报案 捡到一袋疑似账款的现金 送到派出所 最后清点总数是四百五十四万 我们根据录影电视系统的比对 还有安卓斯的这个公诉 我们也确认了 他这个两个袋子是放在这个小山修上面 那原来这个地方我们搜山搜了好几次 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 夜莹到领案发生之后 警方在一个星期内迅速掌握 十八号先是在台北大直的饭店里 找到了六千多万元现金账款 加上昨天在内湖山区找到的 一千两百六十三万元 已经晚上民众实货报案的四百五十四万 跟一银总共被盗领的八千三百二十七万相比 下落不明的现金账款 目前就只剩下五百八十六万元 而德智又找到盗领的钱 一银也宣布将捐出两百万元 给台北市警友会 公事新闻综合报道